27號全台降級開工 高雄醫院採檢站 出現快篩人潮 出現不少年輕臉孔 太陽大 天氣有夠熱 原本分散的人群 全往帳篷裡躲 瞬間出現群聚場面 有的人寧願站也不敢坐 有點近 位置不夠大 很擠 一直都不敢坐 剛剛來是人還滿多的 就是散開一點的 感覺快篩的 有愛摩業者 也有有養老師 安心班老師 為了工作不得已 就算覺得醫院危險 還是得跑一趟來快篩 高雄市府26號才公布 六大類工費快篩對象 包含托育 補教 體育 以及美容媒體 還有宗教類 由市府出錢首次快篩免費 預估會超過兩萬八千人 這兩萬八千多人目前 在我們的規劃裡面 都有相關的一些量能的配置 是沒有問題的 將近三萬人工費快篩 但27號就要降級開工 不少人等不及先自費 一次八百到一千塊錢 而且規定七天要篩一次 費用恐怕持不消 明天就這樣急要開工了 對啊 就不知道 我們就先來自費了 還滿有點慢的 因為我們明天就開始上課 所以要先準備 自費花多少千 就快去 負擔不起啦 自費快篩實在不便宜 對想復工的民眾來說 只有首次免費恐怕不夠 要是雇主不幫忙補貼是必 造成負擔 記者林依晴 杜韻捷 高雄報導 成財